中央棒球隊的打者一氣高飛球 被拉加扇青年的球員 皆殺出局 一七比六結束比賽 新北市政府舉辦的第三屆 原住民族棒球錦標賽 在經過四天的廝殺 終於圓滿結束 由拉加扇青年獲得冠軍 球員表示這次有許多的球員 因故沒有辦法出席打球 其他參與的球員能夠在這次的比賽 過關斬將 脫穎而出 是考驗球員們彼此的默契和堅持 比賽開始拉加上青年 就先持得點 炮火猛攻 比賽到六局下 拉加上青年就奪得四分 德荷棒球隊只拿下一分 比賽來到七局上 德荷棒球隊卻靠著打擊 一局冠進五分 不過最後還是以一分之差 輸給了拉加扇青年 冠軍和其他隊伍的參賽球員 都拿著獎杯和獎牌 開心的與其他前來幫忙加油的 拉拉隊和家人分享喜悅 那這獎金難野開心的心情 球員們也都希望明年能夠繼續 保持這樣的好成績 記者 新美食三重採訪報導 ταrim Marion 森艇 財固 quota